我們要怎麼知道自己的生命密碼呢? 我現在教大家如何找到你的生命密碼 首先你先把新元的出生年月日歷列出來 新元出生年月日歷列出來 假裝我是1983年11月24日出生的 這樣子嗎? 是的,我們就把數字逐一相加到各位數 比如說現在剛說的這一位 所以生日來講我們就是1加9加8加3加1加1加2加4 那加起來我看一下 29 對 可是這樣子好像沒有辦法變成各位數 對,一直加到各位數 所以2加1加2加9是11 1加1加1就是2 所以剛那一位如果在那邊出生的話 他的就是二號的人 是命密碼是二號 原來如此 所以大家記得囉 剛剛舉的例子是1983年11月24日出生的朋友 那他就是把他每一個數字塞開來加 一直加加加加加到他最後生下的一個個位數 像剛剛我們知道後面 29就變成 2加9變成11 11 1再加1.2 所以他二號的人囉 所以你的生命密碼是什麼呢? 去算一下吧 嗯 那我們剛剛都已經找到自己的生命密碼了 我們先從 我會分三個階段來說明 因為每個數字可能注重的主軸不太一樣 我分成三組 一個是工作事業 然後再來是感情和財富金錢 那工作上要注意的是數字2號5號8號的人 工作上要注意的是2、5、8這三個數字的人喔 嗯 接下來我們要先請左燕良老師告訴我們 工作要注意的事項是什麼 然後工作要注意的號碼有2、5、8這三個生命數字的人喔 工作上2、5、8這三個數字的人都要注意 基礎建設都是這三個數字的核心基礎 基礎建設是嗎? 是的 因為7月是適合新生創作的時刻 那每一個新生創作的時候 你都必須要扎穩腳步 不要太過急躁 那要打好基礎 所以放慢腳步 把細節做到完美是這個時候你應該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敦煌馬步打好基礎 對於2、5、8號人在7月是非常超重要的事情 是的 而且魔鬼就藏在細節裡 天使是在對的方向給等你 把基礎做到盡善盡美 你不肩不吹就是為了下個未來的階段做好準備 這是2、5、8號在工作上要記住你的 2、5、8號的朋友特別注意了 你們要打好基礎 然後把你的基礎工作做到盡善盡美 這樣子啊 接下來的8、9、17、1 到後面的月份都會過得非常好 那我們現在要開始把2、5、8號人的細節 所以2號人特別注意了 你們現在要特別注意到你們 接下來要注意到7月 然後工作上要注意什麼事情 2號人的關鍵是人際合同和接待 因為2號人在7月份的時候 會有很多人際上的問題要解決 你必須用中庸患客觀的角度來看待所有事情 切記不能感情用事 要非常的理性 2號人要理氣對你的工作 然後要放掉依賴別人的想法 靠自己最好真的非常重要 2號人真的靠自己最好 然後還要注意切勿過度的付出 因為可能會有人找你幫忙 但是先把自己照顧好 才能去分享你的愛與關懷給別人 這邊我插一下嘴 過度付出有時候 你明天就只有24小時 如果你過度付出的話 你怎麼樣幫你的工作 打好基礎呢 對不對 對 沒錯 再來的話 簽訂合約 如果7月份需要簽訂合約的話 請再三審核 然後請專業人士幫你全部 重新的好好檢查一遍才能簽 這很重要 所以簽約的時候 特別要更仔細看見 請問一下 承核一下說 合約內容有沒有對你 有一些傷害 或者是對你的工作 有沒有合理的去應對 2號人 然後剛剛說過付出要有適度 所以可能會有人跟你借貸 可是我這邊要建議大家 切記不要借貸 不要借貸 重要的是要說三次 嚴禁借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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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號人聽到了沒 所以祝福2號人 在7月有一個很好的一個月份 祝福2號人的朋友 對了工作方面還有5號人 要特別注意了 現在我要請瑟弁老師 來跟5號人的朋友提醒一下 去點一下 OK 5號人的朋友在7月份的重點是 把握機會 然後掌握核心 還有耐心以及穩定 把握機會掌握核心 還有你要耐心 還有要保持一個穩定的心情 因為7月份的時候對於5號人來說 會有源源不斷的創作和合作的機會要出現 很難得要非常要把握 嗯 要好好把握那些人 不覺得創作的機會還有合作的機會 對 那因為我們剛剛有說 工作的核心基礎是 基礎建設很重要放慢腳步 所以5號人本身的個性是比較貪快的 但是這時候你要專注 要記得放慢腳步 貪快會噎到 你要堅持自己喜愛的 專注於一件事情 那是你真的想要的 你就會成功 嗯 5號朋友 要先很快確認一下 什麼東西是你想要的 或是你喜歡的 只要你堅持下去 慢慢的穩定做 一定可以得到你成功喔 嗯 然後要有一點耐心 因為這個時間是要站為腳步的 雖然機會非常多 但是就是要專注和有勇氣 去把細節都做到好 這個時間 在後期的時候 你會有很大的一個功收 嗯 要有耐心注意細節 而且啊 在這個變動的時刻 把那個目標放在後面的後期 我相信5號人 5號朋友 你們是一個整合型的一個特質 一定可以好好得到你強調成功的 5號加油 5號加油 把握機會 5號加油 把握機會 工作上最後一個啦 8號人 8號人去喝水的 趕快回來喔 8號來了 8號過來了 8號在工作上 你要做好當下 然後放下執著 還有穩住你的內在力量 嗯 要做好當下 然後放下你更執著的心 想分給你表情的心 然後穩住你的內心 嗯 所以按照你自己的目標 把所有你本分內的事情做好之後 8號的人就是放下控制 執著和擔憂了 這個時候 宇宙會用他的方式來清除一些不適合你的 留下適合你的 那重點就是穩住自己的心 只要誠實做好當下的本分 嗯 這個月其實你就是一個 要有一種算流和成名的態度 把本分做好以後 後期就會有一個很大的工作 8號的朋友 記得喔 你們這個月就是要相信自己 然後放開開相信宇宙 8號其實這個月是很好的 所以就是把握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 面對自己內心的一個月 所以8號就是做自己 嗯 8號就是做自己 8號在工作上 一定要做自己喔 讚 好 然後小雲娜老師 告訴他們怎麼樣 才能夠讓自己 7月的運勢可以變得更好一些 嗯 好的 所以請妳可以剛剛提點一下嗎 好的 那從工作上面我們來說好了 就是258這三個初期的人 在工作上要住地的實基礎建設嘛 嗯 那核心關鍵是 放慢腳步 穩紮穩打 這個時間 你要加強你的安全感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知道說 怎麼樣加強自我 自己可以自己的安全感 可以請先來 用NLP來幫助大家 多一些安全感的建立 好喔 不過我要學一下老頭 我們後面也是 他另外拍了比較詳細的視頻 來跟大家做介紹 那增加安全感的部分 我們可以用一個小小的技巧 叫做能量方塊 那我想請各位朋友去想一下 如果有一個顏色 你會覺得讓自己特別有安全感 那是一個怎樣的顏色呢 然後把它想像成 好像一個跟你一樣大的水晶 然後變成一個能量水晶的感覺 所以假設像我的話 我覺得綠色會給我安全感 我就會想一個綠色的 跟我一樣大的水晶 然後呢 走到水晶裡面 感受一下綠色能量帶給我的感覺 然後帶著那感覺呢 我在走出那方塊 這使我的安全感 就會比較容易提升起來了 所以這個增加按鈕皮裡面 我們稱之為能量方塊 那在未來的日子裡面 我一樣的會邀請到水源導老師 來跟各位分享 我們的生命齡處 一到九 該怎麼樣去應對我們每一個月 我們該怎麼樣去面對我們的運勢 以及我會用NOP的型態 來跟各位講一下能夠開運 那所以請大家期待啦 謝謝水源導老師 謝謝大家 把握7月創新的能量 希望大家有一個美好的7月 好 那大家下期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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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樣 大家下期待 我叫均勤